是提起你已经认清楚的那概念而已 极为单纯的 所以是经过很多概念之间的培养 培养到最后建立这种政治政见以后 很多啰哩啰嗦的之间就不见了 所以先前的学习之间是要动脑心 会 那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必然会动脑心 会让你心思乱 可是你目标抓住慢慢拿就会 一直慢慢会 简单 像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我们也懂很多 我也是啊什么都懂啊 但实际上我们平常并不是那么复杂 尤其我平常脑筋我其实是很单纯的 在处理一些事情 有的人会以为说我们很 好像已经很懂得人情世故 其实我不喜欢这些的 很喜欢单纯 单纯事情好办多了 其实人单纯好像事情好办的 是人自己有挂爱才把事情复杂化的 只要你没挂爱事情简单呢 当然我们不是又一次的任性的 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的内心那种挂爱单纯 考虑别人当然看起来复杂 可是其实很单纯 这种单纯思考问题其实很简单 很多事情容易 所以即使你懂很多 你并不是成为一个懂很多那些很多的东西成为你的挂爱 不是的 你在洪华的时候 你稍微做个准备 到时候很多东西它自然会跑出来 并不是要备课 像很多人都要教书 要把很多课要备起来 拿来准备交给别人 那一套其实不是很活的 表示你学的东西还不够很彻底 才要备 或者的话只要留意几个点以后 自动你内心是一致的 你的认识是一贯的 它东西会串成一块 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带出来 会这样 好 这些神变这些特殊特意啊 这些变化特意现象 经常会祸乱人心的这些东西 也必须要障碍 必须要去除 一些鬼神的东西啊 神变的这些特意变化的东西 也必须要去除 清静善事 学习一切处月处啊 应用月处 其实就是学习方法 你破除十种障碍 清静善事就这样 学习一切处月处啊 就是说 你应该 跟你的师父学什么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要理 原则 过程是怎么样 所以一个用功的人 他不是停在那里 我今天要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当我 因为我如果没有实际修 我也很难问出很多问题 可是当我慢慢在 在修行的时候 我自己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不能放开的 有机会应该赶快回 所以他本身是 就好像说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中国 拜书啊 有些问题就找师 以前我们中国人的老师 比较不会那么 有时候就 叫你这样一直磨磨磨 就磨出来 当然也有他的好处 实际上善巧的师父啊 会给你一种 很好的教学方便 让你很容易去体会它 同样的 我们当学生的 也必须要 既然你来这里修 像比如说 我们讲说 那个缅甸的那个禅师啊 他一天跟信众 因为国际的 很多国家都去 他人很随和的一个老和尚 每天就一段时间给你们 他也不要求你生活规矩 反正你自自动动的 大家都一样 生活就是在一个 借铁的生活里面 很自然 也不会特别要求你 大家就是这样一个 为了好 在送去的时候 送去该怎么样 就觉得怎么样 他给你一段时间 有问题去问 没问题的 他修他的 你修你的 那你要是一直呆呆的 在那里做完 你做一辈子也是在那里 空有名师在那里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有的人不会问 为什么 过去没有学 没有应该有的时间 所以有很多老师去那边 参回来 他说 要是能找学多一点东西 去那边可以 进得很快 也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你没学到 你懂了这些观念 到时候他一讲 你就很容易 意念起 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会帮你印证 可是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 人家谈你也听不懂 你碰到什么状况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 没误啊 噩通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说要以施展术 学一切业注 清净禅时 因为业注很多 修属习法 修到正的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以后 顺着这样的禅定力 开始转修其他的 误属法完了修不敬观 修其他的法 修其他的法 一直修 却差别观 把人这个人整个身心看后 一直观观观观 每一个点处 每一个法里面 论典里面说的每一点都一直观观观观 观 完啊 四十几个业注全部都一致 全部陆陆续续 从你正的市场开始 完了甚至教你修神通 他也教你修神通 所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可是这个都是有规矩的 有观念和理论建构 你完全不知道的话 去那边人家讲那个缅甸话 人家讲那个英文 讲巴黎文 你会说怎么讲 那不是台语吗 听不懂啊 他跟人家背出巴黎文跟你讲 你怎么跟他讲 他都一清清道论里面的一句话 他就说 诶 练巴黎文 你听懂吗 嗯 不懂 讲英文 不懂 都必须要去找个外国侨胜来帮你还你 这样就查一节了 侨胜要是对佛法也不懂 也发现不出什么东西 还要判定更新 怎么修 贪心人 真心人 知心人 信心人 群心人 群心人 这个就是 本身我们必须要检测 自己是属于哪种更新人 甚至师长会帮你判断 这样的判断 有助于我们 比较不会走偏 像比如我们贪心人 他这里因为精心道路有机会 你们去看 很好玩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经常举个例子 像比如我们吃饭 贪心人就细脚慢咽 慢慢品尝 那称心人就吃得特别快 简简单单能吃就好了 不管那么多 那吃心人吃得满嘴都是坏利的 经常一吃就掉了很多东西 那贪心人走起路来 就慢慢舍累舍累 办事都这样蒙了 很快逛街那一种 那称心人就是 也不大喜欢逛街 大概做起事情都是很积极造造的 能做完就好了 他也不会跟你这样 那吃心人就经常绊倒自己的 走路走一走 自己就撞到了 不用别人撞你自己就倒了那一种的 也就是说本身 因为怎么讲 这里面有一个特性 贪心人就是一个脸酌性很强的 他喜欢脸 脸乎一些东西 见一见像就脸上去 见一个东西就脸上去 身形人就是见一样就排斥一样 见一样排斥一样 身形人是搞不清楚啊 你要不要去逛街 随便逃 不要不知道 就是经常搞不清楚那一种的 私形人 那我们人 我就讲说那我们是哪一种人 好像也都不是 那你大概是懂分心人 大家都有分的 不可能没有啊 没有你怎么会来这里 都会有一分 那你想一想你是哪一种人 那哪一种人 你的生活修行环境的规划就还不一样 你就要配合你的习性去调整 或者的话 你这个环境会跟你产生冲突 他不好要修持 那还有 其实这里面 他讲的有时候是用 根性有时候是用对自修 有时候是随差的药育 他是这种修行人 比如说他是贪行人 你就给他一个很不好的环境 让他不要贪 对不对 对自他 我就一直弹下去了 所以有些情形不能这样的 对一个初学的时候 有时候啊 是要顺他的根性而引导 不是一下子就开始就对自他 所以了解根性才能对正逍遥 当开始的时候顺他的根性 或是说一开始觉得根性 那个二根很重就开始对自他 所以这本身你要了解问题在哪里 这样的调整是不断在调整的 可是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话 经常你给你一个不恰当的环境 而让那个环境一直在反对你 你根本就一开始 不要讲修禅定 这个环境就让你身心不安 所以啊必须要懂得自己的根性在哪里 判断自己的根性 那资地产本里面判断根性 它是一种方法 就是透过你修职 你现在就修 产地修定 修定 定久了以后 你的根性会现出来 你会从你的修定的过程当中 会看出 会有影像 会有你过去的习惯性会浮出来 那来判断你到底是贪行人 你称行人 痴行人 或是过去你修什么样的词华 现在就修这个法 有的人 现出来的 不是过去修什么 是一个好人而已 有的一个孩子 一修到最后 现出最恶下 就过去是叶藏中 在修定当中 其实就是 我们不特别的去束缚他 去造作他 引导他的时候 当你全心放开 专心严重一个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将我们的身心念头 沿住鼻端 沿住我们肚脐 沿久了以后 那个心慢慢会定 定了以后 甚至有一种方式就是 都不要想 不要想其实也是 可是他不是真正禅定 他只是让心止下来 任何念头就跑开 这个不算是真正 不要以为说修什么 特殊大圣的顿 顿朝法门什么禅定 那没有了 那其实在修石头定一样 那是一种定 可是这样的定 可以让你心慢慢放开 会顺着这个因缘 把你过去的因缘 所以智尔大师他强调说 假如为师者不能看清楚地质的根性 那就必须要鼓励他修禅定 修直法 让他献出过去的根性 然后以这个根性 看下对质的修 或是随他的根性修 随他的好要修 或是依他以前 就是你的习性会现出 哪一种型 还有就是你又看出你过去修哪一种法 那还要看出你过去的病根在哪里 那这样的病根就是你未来修行上 最容易产生障碍的病 所以有些人 你看我们现在修不会有障碍 因为其实你因为还很乱 你还很乱的时候没有障碍的 因为你是很多环脑 散散恶恶一切环脑都在里面 所以没感觉 可是当你定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原来我是这样的人 你会真的挡不住 我不是跟大家 应该有跟大家讲过 平常显然不是很爱吃的人 竟然打坐的时候 爱吃的要死 念佛念到第三天开始 只有蛋糕的样子出来 其他都没了 真的 他就跟我讲说 不知道怎么办 有蛋糕 其他都没了 所以一火起碗又拼命吃 然后第三天前三天 第四天 无缘无故 就是那个蛋糕饼的样子出来 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整天就是那个影子 受不了 你看 所以这种你不要以为说 我 那就讲说 老师我不是很爱吃的人啊 可是这个念佛器啊 怎么拔不掉呢 怎么拔不掉呢 还有呢 还有很多大环绕 你会发现搞不清楚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其实啊 你就知道 过去还是有探吃的事情 所以这种人在修传定之前 先关应该去口御 饮食欲应该要先关罪锅墙 或者到时候不吃蛋糕 恐怕是另外一个 看什么饼也都可以啊 饭团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吃了 它那个随意忍会浮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 比如说 当然这个不是一下子的 比如说现在 如果你们现在开始 那要一段时间 像你们现在的环境 是比较不容易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现在开始静下来 一段时间 即使如果方法 条件都可以的话 一段时间 大概你自己的那种 你会慢慢你过去的那种 数是三根向 二根向 就会慢慢浮出来 那你说我们 这个经济道论所谈的 那是就你的行为去判断 这个行为的判断 有时候要长点时间 而且会变 会变 人其实是随时在调动 包括你能不能给自己 我们现在 假的我们现在来讲 你到底是贪心人 真情人 吃心人 其实算一算 几乎每个都有 只是哪一个比较偏重 这样而已 那甚至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又特别重 有时候又觉得 这一边特别重 所以我说算命经常 算得很准 就是因为 每样讲你都有做过 对不对 你这个人个性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 好像是 你拿到美多久 另外一个是那个 你这个人是相当开朗的 嗯 我好像也是 讲来讲去 都是矛盾 矛盾的个性 竟然大家都 嗯 我好像都是 如果你都是 那你不是一样 变成一件怪物 实际上 你也有没有多重上涵过 也会啊 你也会不会有时候 很傻脱 当你觉得这个事情 对你无关紧要的时候 你就很傻脱 所以在你的印象里面 你是多重的 所以这个判断要长时间了 而且在不经意当中去观察 那能不能观察出来 其实对一个 自己啊 我就讲过啊 要观察自己或观察人的人啊 先把自己的欲望先放下 先把自己的习气先 慢慢要 薄了 你如果自己不能调整 自己的习气 欲望的话 这种习气啊 习惯性啊 你还难把事情看清楚 因为你会顺着你的习惯性 在看事情 所以啊 要能真正了解自己 了解别人的话 先把你向来 对事情的惯性看法 那种容易攀岩上去的 执着上去的习惯性 要慢慢观察它 所以 你看啊 佛法的智慧是那么妙啊 不用另外求 就在你渐渐的 渐渐的对很多事情 真实的看到它 把错误的知见 舍掉它的时候 智慧就出来 智智朗朗对一个事物 因为佛教的智慧 很多东西 人生的智慧 很多东西 不是说 有学问来 是一种直觉性 这个以前 那个佛中山的 那个 这些家 路加的 他就会讲 一个名词 那个名词还不错 因为他也对佛 也很有研究 他讲 智的直觉 智慧的直觉 的确是 智的直觉 当然他讲的 智的直觉 是他的内容 可是实际上 这个用词很恰当 对一个东西的观察 我们讲直觉 其实是一个 有很细腻的 内在的一个 推论过程 而这个推论过程 因为你很手脚 所以 极快速的 就得到答案 对这个人的观感 对这个事情的观感 对很多东西的判断 是极快速的 有的人说要学 不一定学得来 方法跟你讲的 你还是不会用 那是一种直觉 其实那种直觉 是来自于 你已经 很容易 一下子就看清楚 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能一下子 推论出来 一下子就能看清楚 第一个 你自我障碍减少 或者的话 你不容易直觉它 因为你被你的习惯性 所长病 好 那这个次第产品 这个我们就跳过 我们来看一切次第论 一切次第论 是一个要求禅定的 一个重要的论 这个大圣的 它有圣文地 和菩萨地 那我们要讲禅定的 很多东西 都在圣文地里面谈的 不过 有机会来看它 因为它比较 大的论 现在那个 美国庙镜长老那边 打算用两三年的时间 把一切次第论 细讲讲完 就讲这一部 两三年就讲这一部 所以我们就等它讲完 我们再论音 再拿回来听就好了 我们比较省时间 不过能细讲 现在已经不多了 那以后听说 还要讲摩托子官 那更难 摩托子官的东西 牵手的背景也很广 那个 像现在一般的人 如果你讲 大概讲不到一半人 老公 那很闷的 都是一种 很推论的东西 像现在一般来讲 要读大经大论 大概也都没那个 没那个福报 你说要没时间 其实我告诉你 就是没福报 就是没福报 第一个 因为人的福报是来自于有那种定律能射受它 可是现在人不容易射住 身心不安 所以耐受不了那种 所以你放心 真正的大法 没有慢慢累积下 没有一佛 二佛 三佛 四佛 七佛 无量佛 慢慢累积 累积修过来 你又跟你讲 你要听得没啦 而且你不乐听 这是必然啦 所以我们要讲说 讲多的空 要五四祭祖的 福德之良都祭祖的人才能跟他讲空 毕竟空 我人一空就溜光了 就溜了 不骗你的 下次有了 所以要注持佛法了 你就要看得起寂寞 你不要讲说 因为人家那个风化好几万个 可以啊 你只要去引步在一起 就几万个了 你只要讲粗俗一点就可以了 只要大家都很高兴 听的那个就很快 混在一块 小小那个找菜米 大家就很难 如果你要按部就班 你必须要心理有助 本来就是针对不同的人在谈 而那个听的人本身要对法药耗药 或者耐不住 因为尤其波折金啊 这些东西啊 其实他都必须要静下心去思考 有时候会给你好像恍惚那种心理压力 可是如果对一个耗药或法 他仅仅说 快点快点 要听这 一句是什么 要听 甚至有的人听到 就专注进去 会这样 好 我们看 五处安利 他讲说 富于五处啊 如因安利啊 银河五处啊 一 富仰定之良处 远离处 三心一尽性处 仗亲 四 仗亲尽处 五 修作意处 银河 富仰定之良 因为我们现在啊 这五处安利啊 是要让你如何得解脱的 如何修行得那个 应该先从这个地方去奠定基础呢 所以经典其实讲了很多是我们懒得去了解 真的我们现在的学佛 如果我们这样见识停过来 你就知道 我们现在外面讲的佛法 其实很多东西是 已经是不是已经变味变很多了 像我们现在在讲的 法会啦 打坐啦 念佛啦 这种味道显然已经把佛陀 跟我们讲应该准备的条件都 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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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只要你嘴巴还会动的就可以修了 太简单了吧 可以 没错 可是不是这样 这是对不得已的根据 或是阴眼不记足的人才讲极方便 既然是极方便就是要极远的路啦 世间没有那种 一下子就能变通的那种事情 你看喔 云和互养定资粮 你开始要养定资粮 你要定要有哪些资粮条件 为若成就借粮于德 及以释助 为令不退度 不放异 如火所借 如火所洗 圆满借应学处 差别 精进修行 常无慧慧 慧慧 如是能与己所正德师所相应学道无退 亦能正德先所 为正师所相应殊胜学道 如说成就借粮于 如是成就更粮于 以时之量 出业后业 绝无一切正志而住 如是乃至成就 所有沙门庄严 谁所获得资粮所设善法差别 皆能恍惚令不退失 以后圣进善法差别 未处圆满 未如所说 无真无解 平等现行 花生药益 增上心目 恒常安住勇猛亲戚 世民富养定资粮 你看 你要定资粮 你必须以戒粮当中 你在这个戒粮 这个法当中 你必须要 不对 不放异 为什么活法的戒跟世俗的戒不一样 为什么活法的戒能让我们得定得慧 你们能不能知道他的愿意在哪 诶 五戒不杀身不脱道不学 世俗人也有 那我们讲的五戒为什么能让你射心静下来 能让你跟定有关 其实最大的差别 世俗的借力 把他当做 这个是好 是真的 这是好东西 这是钱 这是钱 有价值 不要拿 对 是好吃的东西 别人都 好吃 的确是好吃 可是别人的东西 不要吃 对 可是活法的戒是怎么样 即使这是好事 神是你的 你都不能贪 为什么 好吃 会真是好吃 是虚妄法 不可爱法 不能取他的像 不能随他的进而取他的好像 不一样吧 一个是 我承认你有这个东西 可是我不做 和一个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做 虚妄 因为我这样 所以我的定是来自 我的借来自哪里 我 汉眼以外 世俗的借是 我把它划分界限 我不要去侵犯他 不要去做他 可是我们不是去压抑 我们是观察他 不可爱 不是真实 不值得我们去 依附他的 所以 椰子 基于这种心 我们修戒的时候 到你戒 慢慢成熟的时候 很简单 你的心 会不会 自然慢慢 不会攀岩以外 这种不攀岩以外的心 是慢慢跟定相应 所以佛教的戒 跟什么有关 啊 跟观念有关 来自于政治正见 才能把佛教的戒修好 不攀岩以他 不是说他好 我不要不要 最自俗的那种道德规范 是认定他 然后再不执着他 佛法的那种 就是说 这世间的东西是无常苦的 不管好 不管坏 都会我所爱 所以心就往内射了 不一样 好 所以以戒力的时候 你要那个 圆满戒运学处 戒相关的 和和的 这个相关的东西 我们都必须要用心学 它种种差别不同 我们都必须要精进的修持 藏武学会 以所正的十口 十口就是戒力的 相应学到无对 就是说 跟戒相关的 跟戒相关的任何行法 都必须要学 其实任何一个法门 周边相关的东西很多 你都要精进一一一这样写 不要急躁 就慢慢慢慢慢慢 这样学 这样就会慢慢成就 所以相应学到 就跟戒力 像施罗相关的任何东西 你都必须要用心的跟它修学 好 成就这种更利 然后就成就更利 更利以后头我们还会谈 以我所言的任何境界当中 我必须要不随它的相 不取它的相 好吃 你一说好吃就完 就不守更利 为什么 你要知道 我们一旦说它 好 嗯 不错 你共一句话 好 你的恶念 随着你那个念头 直接就灌进去了 也就是说 当你在任何一个点处 产生执着的时候 一攀上去 其他的环绕心手 就跟着灌进去 贪生之就随着打进去 所以你不要 你一不守更利 就是你放纵你的 我们讲闭关 其实真正闭关 闭六根 那闭六根就是 我言以言对色不着以色 那我这一关就锁住了 我言看色攀岩上去 就没有锁住了 所以你的闭关不是闭在一个地方 是开始用心的关照你所言 你一切是不令心谎议 不令心攀岩之中 就这样 饮食之皆量 吃就要小心了 就不能一直这样一直攀岩一直吃 因为吃了就会产生很多相关 因为任何一个习气 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吃很修都很难修的 吃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 好像很有道理 基本上也没错 在现实当中 吃我们就先不要管那么多 有些地方能做好就好 可是如果真正用功的时候 你要知道 光一个饮食 一旦不懂得觉知 你的其他环绕 会在这个地方 全部以这个向现出来 所以你看用功的人 你知道闭关的人 看起来没人管你 你看全身是振振起来的 随时警惕的 吃也要留意 睡也要留意 一天睡四小时 真正用功去一天睡四小时 到十点睡 两点起床 对 就是这样正常的 这佛陀说的 那真的还是假的 我告诉你可以了 四个小时够了 如果心慢慢定 今天也四个小时够了 可是心如果散乱的话 事情多的话 四个小时够了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 你睡不醒的品质会提升 时间很有限 一睡 该睡的时候睡 那睡差不多了 那就该睡了 所以不会耗费一些不必要做梦的时间 这个时间都可以省略 睡得不够了 还在做梦 天啊 因为太累了 而且心很涉足 也不容易 所以他不会劳累 所以像初夜后夜啊 你看啊 勿以解要修光明想 睡觉的时候不能睡 睡觉的时候还要修观 不能放纵自己 修光明 修看能说 修多少就说多少 反正就是要睡觉嘛 修一修让他睡了 就睡了 不是 用功的时候连功 是修到 没办法掌握的时候才睡着 我就一直在一片光明当中 一直睡下去 其实那不叫睡了 提起正念 都在修 乌一群 能掌握几分 就日用之中 二六时钟 几乎尽量保持绝障 我想睡梦当中 最容易让你的烦恼 不知不觉又在那里置身 这个时候你是最没力的 我们醒来的时候 做坏事我们还会紧接 做梦当中啊 睡眠是一个很饿的 因为睡眠的时候 你几乎你没有抵抗他的能力 好就好 坏就坏 你就睡上去 对吧 所以我一切都要涉住他 这些正知而住 后头我们都会谈 这些观念后头都会有内容 正知而住 你屈身屈臂啊 你的手一动 你就知道你在动 你今天讲话 讲第一句话 讲哪一句话都很清楚 现在看哪里做什么想 很清楚 正知而住 而住的就是说 你先住哪里 你的正念就带到哪里 你动作在哪里 我的念头跟得到哪里 我都正知而住 住一切行为当中 这禅宗里面讲 二六十宗啊 十十啊 绝照分明 那这个只不过是更利益 你不要把他想着说 哎呀 这个好高的惨法 最起码 很简单 很起码的事情 对一个如上所说 无真无减 不要给一个不恰当的 不无真无减 其实不真不减的心情 是怎么样 就老实心了 我现在好勇猛精进啊 那英雄气概真的太多了 那个火气容易起来 哎 我慢慢修 有一点水眼修 很软啪啪的 很没力 正常的 保持那一份 很稳定的修持念头 不很 用英雄气概的 进步步的这样 其实都做不到的 所以有的 又一点原则都没有 谁也太随缘了 乱讲的那种随缘了 一下子就改变你的方向 改变你的立场 这个也不会成就 所以无真无减 就是一种中道性 很平稳的中道性 所以说修行 其实是一个机会老实 你要是有机会 你们看到那个 真正用功修行的人 有时候你会 怎么讲 你自然而然会对他 产生一种敬畏感 而那种敬畏 怎么说 对某些人是不适应的 这种人 懂得依靠的人 懂得依靠 不懂得依靠的人 因为这种人不卖人情 可是他不是很恶劣 不是一物很酷的样子 不会随顺人情 随意讲话 所以你得不到他的回应 你比较希望他对你多关心 多照顾 多鼓励 没有 该说的说 半断了几句 这种君子 你会觉得跟这种人 一点点不 没什么味道 索然无味 可是这种人 是最容易给你好东西的人 可是一般人 不容易接受这种好人 是不容易 因为这种人 他不会在情绪上 其大动荡 那这个另外一种就是菩萨风格 这种人是亲近的 那有一种菩萨风格 那就崭新另外一个面了 他完全就不积小节了 他也有这种风患 那这种风患 是最容易大家接受的 可是这种是 其实也是一种 应激的一种说法 一种 那这个经常有时候 要看人 你自己要试得了他 你不适得他的话 你有时候就跟他这样 一个有修有正的菩萨行者 你就跟他当做朋友这样过了 就过了 因为他就跟你嘻嘻哈哈 你也跟他嘻嘻嘻哈哈 你就到当朋友 很晚了 那你要嘛就跟那个很很很很亲近 像很明显 这个你又未畏惧 你又不大感亲近 那这个就太随便了 你又觉得说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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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 所以其实菩萨实现了很多像 我觉得生闻种性和菩萨种性 那现出度化众生的风貌 也不大一样 那即使这也都不一定 有的人是个性死的 那菩萨的话 尤其是有些人是真行人 转为圣者的人 那个像就比较酷一点 真行人 那贪行人转为菩萨型的话 这大家都好那种 其实都有关的 那样的烦恼 转为圣者的时候 那样的奇迹 会帮他度化众生 会有 贪行人容易转为 慈悲行人 慈悲行人 贪行人 贪行人 他因为那个味道很香 真行人 会等于产生那种 法行人 真行人 很硬啊 所以他到最后 修行有成就的时候 法行人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一块一块的 你不要跟我胡乱搞啊 那很清楚了 其实在 豪华的大海当中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不过基本上 我们要知道 视线可以涌行不同 可是在内心当中 对一切法 是一种平等 不争不减 自己内心是很笃定 很读识的 不对任何方法 任何一个事物 取多一个心 你也不用怕失去 你也不要想多得 就一个人 正正掌握这样下去 这是一个修学佛法的 应该有的观念 好 他说 云河远离 这叫夏兰 云河远离 为处所圆满 归宜远满 远离远满 市民远离 云河处所圆满 为阿炼洛 或灵树下 或空闲市 或山谷 岩蟹 道干 鸡等民 空闲 空闲市 就是说住那个深山 没人的地方 你看 山谷岩蟹 这要没有道心的 谁进那边住 文字很多 对不对 好 空闲总监 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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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座 民阿炼洛 当之如是山谷岩蟹 道干其党 大树林中 空闲总监 边际卧座 或阿炼洛 或林树下 或空闲市 总民处所 处所圆满 富有五种 若处所从本以来 形象端元 众所喜见清净无悔 圆林 迟早 席街基督 清晰可乐 第五高下 处五独自 亦无众多 钻石瓦乐 寡历 能令见者 心生清净 乐住其中 修断加行 心悦兴 任此一段 世民第一处所圆满 前面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住就是一种 很没人的地方 没人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看到吗 尽量远离 要修远离 远离人群 所以远离人群 一般来讲就是说 当然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 应该资深的东西 因为到最后你综合来看就是 他远离一个聚落村庄到一段基地 人哪是牧牛的人都不容易到 那就单独一个地方 可是实际上 这个单独的地方 那你靠什么吃住啊 现在人比较没问题 以前呢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 就讲 要被人所灵敏 痴迷的 所以被人家痴迷 就是有信师供养 所以他变成了 远离一个地方 可是人家能照顾到的地方 所以这边是选择一个山林的地方 可是也不是完全 单独一般人群是不会到的 可是你要请教 善知识啊 都还有机会 走一段距离可以碰到的 不是完全到深山 你死了 或是你发生问题 你吃什么啊 那么休一半就饿死了 你没机会了 对吧 这个草堆里面你能吃什么东西 不较可能 可是这里面最好的你看 就是清净无惠 远领迟早 都那个 本来地就是很清净 很清净的各方面都没有很 污秽复杂的东西啊 那这个时候你能修断加行 把一些断要断烦恼的那种加行啊 就是用功 加行就是加工用行啊 这个要断那个的 新夜新喜啊 这个是第一处所 很好的 右处所 作五愧闹 夜少阴森 易少文盲 风日 舌蝎 诸恶独处啊 是名第二处所圆满 这个又必须要远离这些 愧闹夜少阴森 找这些东西的啊 像这些 当然现在我们现在讲这些啊 是极为困扰的那一种 你那时候要找没有那个 什么都没有 哪有这种事情 你到那个 那个是吧 真空室或是那其他地方 当然就没这些东西的 实际上不可能的 不过就是说 假如这个地方经常有毒蛇 莽蛇这些出来的地方 让你不得安宁的地方 你不能处 因为你很可能 修一修你的患恨难 被这些蛇啊 这些狮子老虎啊 就被你们咬走了 那你没得修 盗贼啊 官兵啊 有这个地方 出路的地方都要远离 你说我不怕 这不是怕不怕 天天你战卫兵等他来 修行的时候 一修就是那时候就无瓜 就放心就这样修 你还是想这些 是不是 哇 还要挖个人啊 撒死灰魂 怕蛇来 怕那些 怕那些 你干脆就去跟那个少年精一讲说 你只借我一间 没人敢管你啊 对不对 吃住又方便 对不对 第二出所圆满 又若出所无二师子 虎抱财狼 怨敌盗贼 人灰人等出恐怖事 一出所 生意泰然 多无余力 要多无余力 昂乐而住 世民第三出所圆满 当然虎抱财狼这个 怨敌盗贼这个 还有人灰人等 什么 鬼神 这些 我们看不到的 他会干扰你 也必须要回避 那你说 我修行人还怕什么 你修解脱再说啦 在你还没解脱的时候 鬼脱鬼脑 该干扰你的时候 从来他也没有放过你的 那你说我跟他拼呢 你拼不到了 你如果现在能跟他拼 你就跟流氓拼看看嘛 你如果现在跟 现在这些流氓拼得过的话 你再去跟那些灰人拼 你这里的流氓 你都怕的话 你灰人 我想你更可怕 那有的灰人力量很大的 对 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 因为我知道 有人在圣山里面修一修 有几个女众 到圣山 很圣山 修一修 你多久全部留住 也下来 太恐怖了 有的人在里面修 晚上 怎么那么多人 围着这一间 什么嬉笑声 乱叫 打开 什么都没有 一关门 哇 外面好像菜市场 什么都有 一打开又没有 你能住多久 你又大概溜了 趕快等到白天白天 有吗 这个例子有 什么样的鬼样子都有 所以也不是说每个地方都适合你 这个都必须要留意的 像有些地方 当然 那有些也不进来这样 有些是有灰人 不恰当的东西在 如果不适合人的人去 就有问题 适合的人去一去 全部不见了 因为你不适合住这里 你没有胡包待这里 所以你一待 我就干扰你 如果有胡包 大胡得来 因为你一来我就有受益 我评论 你会不会看 你也会不会看 我只会有什么 不错 有些地方 就算了 没有处理 不过 你会不会看 你不错 你你不错 你不错 你不错